我是劉士忌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劉 今天來看一手比亞人對上硬佳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最近我由於把字池的關係 所以這幾天的影片如果有播報不好的地方 或是有點含乳蛋的部分 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我現在是臉很腫的狀態 在播這場比賽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紅色的文明 紅色是選擇了一手比亞 玩家是MBL 稍微來跟大家宣傳一下 MBL最近已經在推特上面直播說 他要全職 要當全職的職業選手 還有實況主 待會我也會在資訊欄 跟留言下方貼上MBL的網址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他的直播 我覺得MBL直播也是相當有趣的 他還會用一些簡單的中午回覆你 因為他的女朋友是台灣的知名實況主 小恐龍 他小恐龍也是實力帝國2 蠻有實力的一位女玩家 所以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這個台灣女婿的 這個強大的中文實力 好 這個題外話 我們先回到比賽中 稍微簡單介紹一下一手比亞 一手比亞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攻兵有增加33%的攻速加成 不是33% 18%的攻速加成 他攻速是非常快速的攻兵文明 跟他對色的攻兵 基本上你是贏不了的 那一手比亞呢 後期是比較適合打這個駱駝 或是強奴路線 甚至打這個彎道勇士 都很適合他 嚴格上來說 他算是半個全能性的文明 為什麼是說半個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三級馬鎧 也沒有這個品種 但是他的駱駝 有這個皇族血帽 對於上對方騎士的時候 其實還蠻能扛的 再配上自己的大量強奴 或者是擊兵 或者是後期的這個扭力彈射器 都可以讓他在後期有 不錯的一個輸出能力 所以嚴格上來說 一手比亞算是半個全能性的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硬家人 那硬家人最大的特色呢 他的這個軍事的食物消耗量 是比較多的 例如出投石手 槍隊長 老鷹 劍兵勇士之類的單位 都不錯減免 所以讓一家人 在後期的這個 爆軍事單位的時候 是遠遠不決的 千萬不能跟他打消耗戰 越來越打越虧 所以一家人 通常要跟他打前期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他前期呢 城堡時代又有這個老鷹可以打 因為南美這文明 最麻煩就是老鷹了 那個老鷹呢 價格便宜 又可以爆出大量 通常要先點攻擊力的話 都可以打贏騎士的 除非對方真的不太 對方真的沒在農 一直出騎士硬幻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我覺得硬家人玩起來 算是比較 偏 偏困難一點點 因為經濟加成基本上是沒有 但後期的接免是滿有感的 那硬家人 也可以打強奴 強奴跟 步兵 老鷹都可以 但是他沒有火器的關係 所以後期要擔心火炮的問題 所以一手逼亞人 這邊唯一能打硬家的方式 就是用火炮投車 然後用自己強大的強奴 或者是彎道勇士 去跟正面硬打 會比較好一些 那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硬家人這邊地圖的黃金礦在前方 果子在後方 果子在後方 讓他前期來說會比較好過一點 但地圖上來說 他的尾的地方有點偏大 沒有那麼好耶 嚴格上來講 只有40分左右吧 沒有合格 因為金礦也在城方 這裡要防守成本有點偏大 像這種偏大的地圖 我給的分數都會很低 就是真的防守偏難 你看後面這邊也是 這個要怎麼圍啊 這邊只能右邊圍到底 會比較好一點吧 對不對 如果真的要圍到底的話 也是要耗費大量成本 那很多職業選手都講過 當你地圖很爛 防守成本過大的時候 前期最好是打強軍事 讓對方沒有辦法 很好前期就入侵你家 所以右這邊直接出了兩隻棒棒 看看這個棒棒 現在變成minecraft的模組了 這是什麼豬棒人嗎 其實我沒什麼在玩minecraft 雖然以前有玩過網頁版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minecraft 以前是網頁遊戲 我真的是老人在講鬼 好 這邊赤猴互打 但這邊已經升到 封建時代的赤猴是高於 是鷹刺猴一攻的喔 所以鷹刺猴只會被打爆 所以鷹刺猴只會被打爆 MBL這邊防守不錯 兩隻棒棒沒辦法燒刀太多 這邊直接印出攻幣也沒問題 MBL家裡已經守好了 MBL這邊防守來說 成本會比較低一些些 左邊這邊圍到底 但他沒有小圍 更小圍一點是這樣子 這裡圍 然後這邊再圍 或這邊圍到底 他這邊是圍一個更大的 但我覺得他這樣圍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我這樣小圍 好像有點多持一局 不如直接像他這樣子圍就好 果然MBL還是比較厲害 直率的選手 因為我現在的小圍想法 都是用TC圍激勵點 圍激點 做一個箭塔來防守 那右這邊果然是強軍師開打 直接布圍 然後出一堆兵到你家 要你出兵防守 那MBL確實要守住這些兵 需要耗費一些資源 而且前期有違家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 一定會落後於印加這邊的 這就是強軍師跟 沒有強軍師的差別 那MBL這邊很好的方式 就直接出現毛兵跟攻兵 直接去跟對方對射 直接把他射爆回去 然後強軍師打一波 又這邊如果沒守好很容易就爆開 但他這邊強軍師打得很好 直接射爆了MBL所有的攻兵 毛兵看起來也是要掛掉 後面棒棒已經在輸出 突然覺得這個棒棒模組不太好 感覺要取消訂閱比較好 這個棒棒模組有點突兀啊 再稍微繼續加速一下 這邊毛兵再繼續交換一下 能換到更多的單位嗎 結果自己毛兵先被換掉了 後面攻兵先射棒棒 效果還不錯 再換掉一隻攻兵 NICE MBL這邊終於守下了 又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喔 要不要按幾隻老鷹出來擋呢 有 要補一隻老鷹 出來了 後面再繼續補 OK 又這邊的防守觀念還是比較好 既然是要打強軍師的話 老鷹也是不能少的 只靠毛兵跟攻兵 防守上很容易出現空隙 空隙嗎 就是缺口 好 當然他打了一些強軍師之後 開始把家裡圍好了 這就是打強軍師的一個 要點 但是打強軍師前面 拖對方的軍隊時候 後面家裡就可以慢慢開始圍 雖然會圍大一點喔 但至少還是有防 稍微有防禦功等的 NICE這邊打出了雙射箭長 攻兵兩邊都在出 準備來升到城堡 Style 那單位移上城堡時代呢 可以直接先出奴兵 升奴兵 還有二級射 先升上去 然後大學可以早點下 因為伊索比亞本身就是一個 很適合打工兵的文明喔 盡早把這些工兵科技升上去喔 會有一定的殺傷力喔 直接出門 奴兵升好 又這邊升級還有一段時間 誰在家裡捕了一個劍塔 兵也是往回派 但剛剛有違的關係喔 這邊果然直接違到底了 哇 違超久 這邊稍微射射一下 好 攻兵射死了一隻村民 毛兵先升好戰毛 硬家這邊戰毛先升好 對他也是相當有利的 因為死屋傑免喔 在城堡時代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毛兵本身也是吃肉的文明 吃肉的單位喔 所以本身也沒什麼問題 好 指出毛兵就會手下是很賺 當然伊索比亞通常還會出頭子車 果然已經有出了 頭車是打對方戰毛兵的一個重要單位 而且也可以攻城 所以不出白不出 出了兩種效果 好 這邊攻兵進來 頭車輸出 第一時間先射爆對方木門 直接殺了進去 哇靠 後面直接爆開 MBL這一波強軍是打得非常漂亮 但右這邊防守也是回防得非常即死喔 沒有死掉任何村民 好 下面再補一根箭塔 可以守護這塊木區 但MBL這邊前後夾攻 想要把這塊木區搞爆 但他的核心位置其實在這邊 這毛兵也是退守到了這裡 哇 這個右且打且退 這樣能打得贏嗎 但是這邊印加點下了神聖思想 那神聖思想在這改版 價格也是變貴了一點點 好 左邊 攻兵打不到這塊金礦 這個箭塔插得很不錯 上方再補一根 標望塔 再補一個射箭長 哇 右這邊防守打得很漂亮 雖然說他這邊其實也是損失了很多村民的經濟喔 因為一動中的村民喔 就會沒有辦法踩資源嘛 好 自然就會經濟不好 但他以這樣子被強軍師打的情況來說 他已經守得很不錯囉 右這裡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早就已經 損桿爆炸了 好 這邊等一下救贖思想 待會可以來直接招降頭石車 頭石要怎麼砸呢 能招到嗎 頭車砸一發勝率 勝率直接爆掉 尷尬了 頭石車招不掉 唉唷 又這邊有點無奈 哎呀 居然直接被招死了 後面這一坨工兵喔 看似沒做到事情喔 事實上呢 他是做到蠻多事的 經濟資源來說 還算是有賺的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NBL的 支援的總數喔 是3355 軍事單位喔 軍事非常強 右這邊軍事單位總價值喔 只有1150而已 最近終於看得懂 右下角這些面板的意思喔 所以看得出來 NBL這邊軍事打得非常兇 右這邊點下二級農二級木 直接把自己經濟搞得最好 待會手推車也可以補一下 這邊先招對方的奴兵 如果他投車趕回來 直接瞬間招對方投車 但沒有辦法 工兵離太近 怕自己生女會被打掉 直接選擇撤退 這裡直接用控兵的方式 慢慢射掉NBL的奴兵 奴兵損失掉了一些些 這時候NBL補下了3TC 哎呀 強軍事之間 還有再繼續補自己TC 還算不錯的 但又也是喔 要補TC 但是這邊被抓了個正著 哇 蓋TC的村民直接被壓了回去 NBL這邊強軍事來到了3000多的資源 但是沒有再去補更多了 但是這四台投車也太猛了吧 這個直接硬砸 可是後面沒有 村民在修理 投車很容易被招走 有劍塔跟生女的時候很危險 好 伏兵回頭射一下 沒有招到 直接被射死 又這邊太虧了吧 好 這邊 投車也被抓到 但沒有來得及抓好 想要頭 躲掉一發頭石 但是沒有回頭頭 直接走掉了 這些工兵也是 直接損失了一些 數量剩下一點點了 沒有什麼太多殺傷力 這邊戰王兵直接跟過去就完事了 好 又只要能守住 家裡後方的問題 TC就會蓋在家裡 這邊工兵全部收掉 TC就不用歪蓋了 但是這時候 NBL已經補下了第四個TC 補的還算是蠻快的 好 工兵射一下 稍微射 這邊扭的還不錯 直接扭掉了箭矢 突然覺得好像要被打回去了 NBL還是領先的 經濟上來說也是 而且又這邊還沒有點手推車 經濟上其實沒那麼好 好 3TC補下 趕快開始農 投射回頭雜一發 只打到一台戰毛兵 兩個僧侶繼續招翔給壓力 工兵直接回頭射一下 異異沒有單刀學 還是射歪了 好這裡出了一個馬舅 想要出一點騎士 去運砍 那伊索比亞人 是不能升重裝騎士的 所以駱駝一定要且出且珍惜 欸他好像可以出 好像不能 欸 是可以還是不行 哈哈 我記得一手臂好像沒有中裝騎士 他的馬是比較爛一點 好 這邊補下了大學 後面的毛兵 果然解決掉了所有的NBL的工兵 待會這邊應該是要先補單刀學 但補單刀學是為了針對對方的奴兵 這邊先點一下會比較好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先把這個資源拿去灑田 他也是有在灑 好還是先補了一個彈道學 這邊有清騎兵 清騎兵也點下了預防 稍微能扛一下在毛病的傷害 後方的孫女直接硬燒翔 直接遭到了一隻清騎兵 還能再砍掉一隻老頭嗎 還有一隻老頭殘血活著 哇把這一群清騎兵全部送掉 NBL並沒有打出任何的他的優勢 後面只收了一隻老頭 損失這麼多的肉 只換掉一隻老頭其實是蠻虧的 而且還讓對方增加兩隻清騎兵 好這個頭車找的還不錯 直接把這個肉馬找到殘血了 這肉馬也沒有直接上去硬打 左邊繞了一圈 看一下後方有沒有來更多支援 哇來了更多的清騎兵 又這邊其實壓力有點大囉 這裡可以做一個漂亮的包夾 第一時間把勝率給射死 頭車可以直接無雙了 上去硬砸先砸自己的清騎兵 砸得不錯 NBL 你後面出了個內賊阿 頭車在砸你阿 哇NBL這邊 被頭車砸到殘血有點尷尬 哇這個戰毛兵集火清騎兵很痛 又這邊空兵空的很棒 好當然Esobia NBL開始直接前壓城堡了 以支援量來說 我覺得又打得太客家了 用太少的單位喔 去跟對方打了 那當然這也是他的風格吧 他知道現在經濟落後 只要沒有 涉及自己的 TC經濟的時候 他是不會出太多兵的 反正是會那邊偷經濟喔 這樣是很好 你看這經濟繼續偷下去 這樣就不會落後太多 好NBL這邊補下了手推車 還有彈道學 高地建了一棟城堡 這邊再找一下能不能找到呢 直接被清晰片給砍爆 哇兩隻老頭直接倒了 沒有救贖思想 頭子車就可以隨意亂砸 這時候又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那在這個過渡時期 要守住四頭車是非常困難的 還是要出老頭繼續 遭翔 等到NBL一失誤 才有這個機會 反打回去喔 在NBL失誤之前喔 他都不能 隨意的出去了 他這邊只能被壓著打 當然出頭子車也可以啦 但他現在出救贖思想這個打法 也不差 他控兵很好 這團戰毛兵一直活著 好上方想要突出 出去挖黃金 結果被NBL抓了個站著 兩隻清晰兵立了大功 出了民宿 再度被拉開了 NBL就補下了二級龍 那伊索比亞在這個時期 還不趕快上到地龍時代的話 會有點危險喔 他這時候還在爆這個 黃族血脈的彎刀勇士 我不確定是不是件好事耶 雖然以強軍士的角度來說 他這樣是有點孤注一擲的感覺 就是要把對手給打爆 但這個彎刀勇士實在是太薄了 就是連戰毛兵打這個彎刀勇士 都會有傷害的那種 欸 那個直接被TT射一下 彎刀勇士就倒地了 而且他花了這麼多資源 這時候點帝王時代感覺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轉出扭力彈射器 用火砲直接硬砸 這些戰毛兵也不是沒有辦法 彎刀勇士直接硬砍這個料王塔 但感覺沒什麼必要阿 這個被戰毛兵打還是太痛了 直接送光自己的單位 NBL強軍士繼續給壓力 上方想要偷挖黃金 再度被NBL給抓了回去 還好現在NBL村民術還是領先的 又這邊反而是落後了一些些 這盲兵再次擋了起來 哎呦 化學點一下 輪斗技術也補了 哇 點一下一刷技術了 完蛋了 NBL 你的頭死車會被屌招喔 跑車砸一發 哎呀沒有砸到僧侶 僧侶還沒有死 剩下死滴血收到了TC裡 好這裡就有點危險 彎刀勢數量有點多了 現在是城堡打帝王 NBL有機會能拿下嗎 NBL這邊少量彎刀勢 就是做到一些事情 抓到了NBL 抓到YOR的一些村民 哇 這一坨彎道我是直接過來 硬抓黃金的村民 後方開始蓋了城堡 NBL有看到嗎 後面突然蓋一棟城堡 但沒有時間想要去裡蓋城堡的村民 反而是去抓農田下方 這個感覺是沒有在空啊 哇 雖然還是殺到一些村民 給到YOR這邊很大的經濟損傷 但這邊兩邊在爭奪上方的黃金地帶 換到我是持續輸出 但有少量槍隊長已經出關了 後方又建立一棟城堡 這裡的農田就會比較安全一些 還可以鎖到一些黃金 左邊這邊TC可能還是要爆開了 目前看起來NBL經濟領先非常的龐大 88吋打137吋 NBL這一場怎麼輸啊 這個要輸很困難啦 村民差距將近快50村 雖然地獄時代輸了很久 但這個長軍是最終 還是有殺到一些幼稚村民 經濟差距還是被拉開了 公民一樣第一時間去射對方的老頭 老頭能射死嗎 哎呀來不及射死直接叛變 變成對手的投死車 投死車趕快跟他走 這樣就不會被拍到 好投死手也出來了 完蛋 投死手一出來 彎刀勇士就不好打 唉唷 這邊直接砸了一波 但是來不及收掉 被招牆的時候直接被打掉 變成他的投死車 但是投死手子彈已經飛出去了 最後還是爆開了 好上方直接用戰毛兵壓了回去 現在是YOU的一個反殺時間了 帝王時代的硬家人食物見面相當誇張 連這個投死手都有吃到這個效果 而且現在連拇指環 連拇指環連投死手都吃得到了 攻速也是極快 而且現在傷害又上升了一些些 待會還可以再點一下印電彈弓 就可以再增加一共傷害 而且還可以無視最小射程 又這邊直接前線蓋一棟城堡 現在開始反推了 MBL這邊投資太多的彎道勇士了 導致帝王時代慢了很多 家裡開始慢慢被壓了回去 萬戰王師砍戰毛兵還是很痛 直接爆血 現在YOU的配兵組成 其實只要全出戰毛兵 就可以打得回去了 所以現在MBL 再出戰毛兵想要來反制 判斷非常正確 但如果可以的話 定用時代先點化學會比較好 然後趕快出頭車或是火炮 有 有點化學了 OK MBL的反應非常快速 YOU這邊是點下了三級色還有手推車 經濟也開始搞好 沒有忽略掉經濟的部分 這就是YOU也是一直很強大的地方 轉手為攻 YOU這邊能夠打得回去嗎 MBL 村民術領先這麼多 要出應該不會有 是吧 火炮不要出 按一下好不好 出個火炮 哇 你的生物被幹走了 MBL MBL尷尬了 這時候補下了三級攻 火風爐點下 萬戰王師被打還是爆血啊 太痛了太痛了 三級防還沒有點 有三級防的話 被戰毛打就不會這麼誇張了 但是後方還有投石手 這也是需要帶解決的問題 好這邊點下精銳槍隊長 下發兩棟城堡群 可能要被活生生拆掉囉 丟這邊 直接撤退 沒有想要跟對方打正面 因為這個正面打起來對他不利 戰毛兵有點多 因為有投石手在的關係 投石手被換掉就很虧 好這邊想要撿生物逃走 但來不及 又這邊順利拆掉一棟城堡 第二棟也在準備拆除 五台軍銀投石機直接開拆 金銳彎道龍師的生技 能夠來得及升級好嗎 感覺相當極限 上方戰馬互打 目前兩邊都是高打敵 兩邊都是平地的樣子 OK 動物升級好 金銳彎道龍師 MBL化學這時候才點 該不會他剛剛沒有研發好 然後化學被人家打掉 好像有好用事耶 又前線城堡也是被拆除了 戰毛兵兩邊互丟 但減免下來的話 感覺是右比較有優勢一點 右的村民術也慢慢追上來了 128吋 但是MBL則142吋 村民術差距只差了一點點而已 電話在差距只剩10吋的狀況下 不會太過明顯 好 彎道龍師 警隊一升好 三級防也好了 直接上來硬尻投食手 還有軍銀投食機 這邊投食手 直接原地輸出被打爆 損失了所有的投食手 但是強隊長第一時間過來做支援 也是戳掉一堆彎道勇士 彎道龍師 還能用剩下的數量 拆掉軍銀投食機嗎 哇 只拆掉了兩到三台巨頭 好像只有兩巨頭而已 好 這時候點下植物盾 硬家植物盾升級好 遠防是6 槍隊長是5防 那這裡的老鷹跟投食手 都會增加這個buff 但現在直接打這個槍隊長也是比較好 但如果是槍隊長的部分的話 一手BR這邊就只要出槍母 配中頭或火砲 就可以應對戰毛兵 配槍隊長這個組合 好 那火爆我再出 但他沒有出槍母 而是出戰毛兵 那這樣就對於槍隊長來說 會有點無力喔 因為槍隊長遠防4-6 戰毛兵只有7攻 打下去喔 只有一滴血而已 所以槍隊長現在對戰毛兵 是很好解的 可能NBL的想法是 槍隊長我就用完蛋5-4減 然後不出槍母 直接用戰毛配火砲 付個反制 兔子車這邊再度反擊了回去 少量的萬道王是 直接去頭後方右的經濟 右這邊挖礦的村民 會不會發現呢 哇 右的反應還是很快啊 被打馬上拉了走 正面這邊互打有點失控 沒有控好的感覺 戰毛兵直接完全走掉了 城堡的防守範圍裡 這邊依靠著城堡的傷害 解掉了一些槍隊長 在後方的投石機傷害 還是給的很足 不拉更多村民來解 可能會直接被弄爆 再來 對 再拉一些村民過來 對對對對對 趕快繼續修 兩巨頭而已 還有聚會的 好 第一時間直接拉 戰毛兵直接到後方互打 這邊槍隊長已經倒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換到我是少量出來反擊 沒有石頭了 趕快買 MBL趕快買 買了100石頭繼續出 哇 好極限 槍隊長繼續給壓力 一直在出槍隊長 三級攻終於好了 完蛋了 槍三級攻一好 MBL會很絕望 槍隊長攻擊力來到頂峰了 8加4 12攻 還有1攻的射程 遠防6 戰毛兵直接蒸發 沒有問題 哇 沒了 這波 MBL 這個巨頭拆不掉就真的沒了 沒有錢了 再買石頭就真的沒錢了 上去直接硬打 但槍隊長第一時間會來防守 劇情投資機可能會被拆光 但是槍隊長可以收掉所有的 彎道勇士 哇 槍道勇士 雖然成功了 半刀了 收掉全部的巨頭 但同時也損失所有自己的單位 槍道勇士 沒辦法再繼續輸出了嗎 黃金不太夠了 伊索比亞 MBL可能 要被一波 槍隊長打到底了嗎 但還好 這個城堡還在繼續防守 還是射掉非常多的槍隊長 看起來槍隊長依舊還是有點強 好 MBL這時候打得出了GG 哇 這一場打得很漂亮 又這一波後期槍隊長轉得非常漂亮 那我覺得MBL有點低過槍隊長的能力了 他可能覺得槍隊長的傷害沒那麼高 用這個近戰的單位去硬換 還是可以換得贏 但事實告訴我們 槍隊長是優於彎道勇士的 以這個結果來說 看起來是這樣子 彎道勇士傷害算高 但是還是太薄 而且槍隊長的血量多 本身優異共射程 要應對各種場面 都是蠻全方位的 那優這邊的中間反哨也是慢慢推得出來 非常漂亮 本來還以為MBL這邊強軍是要一波把優給打倒了 結果被他農了回來 甚至還反殺了回來 這個算是一個蠻好的教學片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這邊拿下球所有的資源勝利 你看資源領先這麼多的情況下 卻最後還輸掉了比賽 哇 這就是 觀念遊戲嗎 只能這樣講 好啦 那MBL很可惜喔 雖然經濟吹贏卻還輸掉了比賽 也恭喜優 優這邊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極限反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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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